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水果保护我 好 材料已经找好了 接下来要活动我们的手指了 让我们一起说 食指拇指胖胖 食指中指并拢 做把剪刀剪剪 我的手指好灵活 好 我们的手指已经活动开了 那今天菜太老师教我们做的是蜻蜓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 蜻蜓非常的漂亮 身子细细的 但是呢 可能有的小朋友还不是太了解蜻蜓 要不我们请木木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起来看看 蜻蜓一般在池塘或河边飞行 身体分为头 胸 肤 肤三个部分 蜻蜓的翅膀又长又窄 飞行能力极强 蜻蜓的视觉也极为灵敏 能大量捕入蚊子 蜂蜓等害虫 是人类的好朋友 蜻蜓呢 就是这样非常的美丽 小朋友都已经了解了蜻蜓 那现在我们可以和蔡蔡老师 一起来做这个手工作品了 当然了 也可以做你们喜欢的其他的小动物 好 首先我们要用到这个 花卫小朋友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牙刷 嗯 回答得真棒 我们今天就用牙刷来做蜻蜓的身体 好 我们这个手工作品呢 用到了牙刷 而且是废旧的牙刷 那小朋友们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呢 一定要真的爸爸妈妈的同意啊 当然不要忘了 早晚一定要按时刷牙 保护好我们的牙齿 还有我们的牙刷也要经常更换哦 嗯 老师要用小绒球来做蜻蜓的头部 我们今天就用珠子来做蜻蜓的眼睛 我们用双面胶把它粘到小绒球的两边 粘的时候要把它粘得对称一些 接下来我们用双面胶来把蜻蜓的头和身体连接起来 看 蜻蜓的头 胸 腹就都有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蜻蜓的翅膀吧 我们做蜻蜓的翅膀呢 要用到这个 考考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吧 你们认识这是什么吗 水果保护网 嗯 对了 这就是我们平时买水果 上面就有这个水果保护网 我们看到蜻蜓的翅膀是用这个水果网来做的 因为非常像这个蜻蜓的翅膀上面一棱一棱的对不对 对 这个纹路非常相似啊 嗯 老师用笔在水果保护网上画出蜻蜓的翅膀 画好以后我们用剪刀把它剪下来 好的 这个步骤又要用到剪刀了 同样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伤到手了 剪好以后就是这样的 快快小朋友 我来考考你 蜻蜓一共有几对翅膀呀 两对 画画回答得真棒 蜻蜓就是有两对翅膀 老师用同样的方法 又剪了一对翅膀 我们一起把它粘在身体上吧 粘贴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了 将翅膀对称粘贴 这样才能更好看 蔡大老师为了让蜻蜓更加的漂亮 我还准备了一些其他的装饰物 是不是很漂亮呀 我现在就来把它粘上吧 瞧 我的蜻蜓坐好了 是不是很漂亮呀 我的蜻蜓还会飞呢 我的做好了 你们的呢 我们的也做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做的这个还是和老师的不一样 小问看 这就是一只什么呀 螳螂 对呀 真的 这种说的就是螳螂犬 好像很处在 其实并不难 根据老师的那个方法 稍微一变动 而且你看就是在一个绿色的牙刷上 产生了这种创业 而且我觉得做的就是非常形象的没有 你看这个绿色的这个背的这个弧度 比较飘起来了是吧 确实很不错 风气有点细活 我做的 你做的呢 我做的这个翅膀的做法呢 跟老师和小朋友好像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种材料不一样啊 我是用这个铁丝 握成了铁丝翅膀的形状 中间是丝吗 有点像丝袜 然后给它染成了颜色 太棒了 没有想到啊 就是他里面 剩着这个被旧的袜子也能利用起来 做成手工货品 而且效果还这么好 此时此刻旁边有一个人非常的激动 你做的是什么呀 也是蜻蜓 好 我们都学会了 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沐沐有没有学会呢 好 花花 一起来问一份 沐沐也学会了 让我们一起再来做一遍吧 第一步 把珠子粘到小绒球上 制作蜻蜓的头 第二步 把蜻蜓的头与牙刷连接起来 并用水果网制作蜻蜓的翅膀 第三步 把蜻蜓的翅膀粘到牙刷上 并给蜻蜓做装饰 这样漂亮的牙刷蜻蜓就做好